歡迎回到逢星期五晚的動漫廢物 收聽方法我們正在做 可以去Youtube聽我們的重播 或者在Youtube直接聽我們的直播 如果想重播的話 最好將我們Patreon看回 除了星期五晚的咬借和動費之外 還可以看到很多 啟於Patreon限定的節目 包括實方者 或者是特法定的節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是冰子 我是阿樂 我是Thomas Sunny 我是Cherry 那今晚我們的題目呢 課金題目來的 課金題目來的 好像拖了很久了 我們真的學不來 我覺得如果不是慶眾課金 動費應該是不會選這套話 我覺得不是很合動費的口味 就是後宮蠻 我覺得不是不合動費的口味 是我們這堆主持 不是那麼常看這些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 怎麼看這些後宮蠻 其實以前有的 我們以前看哪套呢 草莓 草莓那些 舊一些都有的 但是那時候還有一些女主持 或者會看這類漫畫的主持 所以會說 現在現有的主持 好像比較偏向 比較少看這類漫畫 可以吸收到一些讀者 去追蹤他 新的一套漫畫 那這套漫畫 那這套漫畫就是 前一兩年 那些人說是 Jump 的 三巨口之一 那 後宮蠻 一個男子 混合五條女 那我想 作者的位置我想補多一點點 我第一次認識 統贈大志是 在他第一套作品 《航海事大冒險》 很難得地 東諾竟然是一套 這麼冷門的作品 是出得齊百期的 而但是 Thomas那些人說 時間醒不起 雖雖不知道 這作品 全都難過 東諾 這套這麼冷門 因為那時候 統贈大志的畫 是挺不行的 其實你要找回《航海事大冒險》第一期 你看他的封面 你會看著 其實《學不來的女兒》都挺漂亮的 是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以前以為 他是藝戀的作者 換了我的名字 再畫過 因為其實 他畫 小攝的時候 那個畫風 我覺得他有多少 模仿了古美席之意 所以他在那裡 應該學了多少 怎樣畫女兒 調整一下 才去搞自己的《學不來的》 因為我覺得他畫學不來 都精緻了很多 即是每個女兒 即是我覺得他有特別 設計過每個女兒 有些什麼 元素 屬性 特徵 至少你不會認錯 一眼看怎麼看下去 好 那說到女兒 我想介紹一下 有些什麼女主角 首先在故事裡面 登場的兩位女主角 就是古橋和瑞芳 古橋文藝和瑞芳 另外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他也有故事 故事就講男主角 為我成恨 他是一個家境清貧的學生 想獲得這個 他們讀高中 他們的一枝賴高中 其實有VIP區戰計劃 即是有一個特權 可以走後門 不起成績 就直接被大學取錄 即是達成了某些事情 不是的 他本身成績也要好的 成績也要重要的 但VIP是他不用交學費的 即是類似獎學金 賺助學費 然後他怎樣可以獲得 這個VIP區戰資格 就是需要去做一個補習老師 本身就是和古橋和瑞芳 去幫他們補習 他們不擅長的科目 其後就越來越多人跟他補習 故事就是講他們補習之間 怎樣幫他們提升成績 追求女兒 怎樣考大學 最後就是怎樣吃光女兒 樂這裡說少了一個重點 其實他一開始幫瑞芳和古橋補習的時候 古橋是一個文學方面 超強的女生 他寫的文章是會令老師感動到上不了課 而瑞芳就可以破解一些算式 然後他還有一望的算式 他已經知道答案是甚麼 簡單來說就是要討論天才 但是瑞芳是想要考心理學科的大學 所以他是屬於文科類 而古橋就是為了要做天文學家 所以他是可以考天文學科 他是屬於理科類 他們是搞錯自己擅長的科目 他不是搞錯 他是挑戰自己不擅長的 不擅長的科目 還有他們兩個有一個設定 就是他們雖然兩個都是文科或理科的天才 但是對方自己最擅長的科目以外 全部都是零 所以校長就說 他們身為學校的天才貴寶 我們不能夠浪費天才 所以為我誠恨你 就需要幫他們補習 令到他們的成績 能夠考上他們 心儀的大學 因為這兩個人是不能夠重考 他們必須在今年入到大學 你可以令到他們考上自己的科 又或者你令到他們想考的科 你幫他們合格 這樣的一個條件去運動這個故事 最初我看過 其實他們互相教對方便可以 因為他們實在太天才的關係 他們是教不到對方的學科 這篇文一看就明白 眾生是什麼 這條數要怎麼算 一看到就知道我答案是什麼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互相教對方 隨著劇情俱進 每個女主角都有身家的競爭對手 第三個出場的女主角叫 武元 她是一個游泳健將來的 她上入的大學 就要求她英文 是非常好的 而她英文是 每一個女主角都有牽才一面 而不擅長一面 她的英文就是 考試零分 然後就要找男主角去幫她補習 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她的設計 潤香的英文不是很差的 但因為她緊張 所以她的oral是特別差的 她拼寫的那些都差的 她不經常背東西 還有某個程度上 她不是中途加入的 她是最早認識阿慧我的人 我想說 這麼多位主角 她的淵源 和男主角是最深的 因為她 那就真的要看看 到底你是怎樣計 老師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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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來的了 靜態的時候開始搞糕 對 然後又和她的爸爸 整個家人 你學者也是 你學者是小時候 已經有娃娃親了 想 想 然後她的爸爸認識 兩個女婦人認識 淵源最深的應該是老師和學者 如果真的說淵源 對 她的朋友 但如果說青梅竹馬 就已經是朋友 對 沒有完 嗯 淵源都可以青梅竹馬 OK 那說到學者 不如 就是我們現在角度 在觀眾看到 有一張圖有五個女 就是右下角 紫色頭髮的 故事俱進到一半的時候 她才會 大約一半 她就中場加入了 她就是在女僕café裏做part time的學者 其實最主要是 阿成恆認識她 因為她去補習班 對 補習班的時候遇到她 因為她坐在一起 阿成恆就阻礙了她 然後打開一個話題 她是重考生來的 對 她為了考入醫科 就是醫學大學 就決定重考 而在補習班結識到這個男主角 而輾轉之下 發現了原來我這個學者 會在女僕café裏 需要Cosplay 穿公衣來上班 這個學者 其實我覺得她的性格 我最吸引到 因為我覺得她最 你想這樣被人挑起 她的性格最有趣 就是她很Funny 她懂得說很多很多東西 算不算挑戰 都是忍幼啊 男主角啊 都是忍幼啊 男主角啊 所以我覺得她五個裡面 是 我覺得是最討喜的 還有最後 這套漫畫的人氣王 就是 粉紅色頭髮的MISS MISS 就是叫做 窮衰珍東 珍東老師 她就是 這套漫畫的 是不是叫做人氣票選王 一定是 一定是 因為她的票選成績非常之好 很多時候她的氣氛 隨著漫畫俱進 就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有一部分時間 都是說她 怎樣去 被這個 男主角的教學方針 去感動 因為 初初她說 就說 珍東老師 其實覺得 專才是需要 專注她自己 最天才 最有GIF的方向去走 而成恨呢 她身為一個通才 是覺得 需要去挑戰一些 不擅長的科目 所以 初初 本身她們有兩個 不是那麼相同的看法 不是 她不是要專門挑戰一些 不擅長的科目 她只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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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做不來 就不理她 她一做不來 都應該要去嘗試 不應該就這樣 就說 做不到我就不理了 只是 正向著我 會做的事情去做 她那個理念 應該是這樣說 她不是為了 挑戰一些 我越不懂 我就要越挑戰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本身 雖然成績很好 但她本身本身讀書 也不是很厲害 她是靠不斷努力 去提升自己的成績 所以在她眼中 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 不過是看你能否付出努力 即是她在那裡 全天無著人之內 只要夠努力 其實為了我的成績 都不是特別好 她剛才說到她科科大 她70分左右 但她剛才說到她永遠都是阿爾 最初的事情 這是後面作者也沒有了的設定 她一開始自我介紹 我自己的壽才 我學拜 但是後面沒有了這個設定 她後面的設定 其實是有一點點推翻 然後去到補習社 她已經被同學說 她每科都很平均 很差 為何要加上天才道 為何要加上天才道 即是她的設定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 那既然說到這裏 就想提及一下男主角 剛剛也說了很多 其實她也不是很好成績 但她憑著自己的努力 令到自己有所提升 成績 所以才被校長去指定 為那麼多位天才學生去補習 但我覺得這個男主角 其實整個漫畫 我覺得她的性格都很工具人 我覺得她不是很突出 她好像一個老好人 所有人來拜閣她 她都會說Yes 她都會幫你妥善處理好 我覺得她第一第二話 那時候有些設定 她是拋棄了 第一第二話 反而阿維爾她是一個吐槽角色 其他身邊的人做不合理的事 她會在那裡吐槽她 她好像有正常的思維 之後這件事是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她後來角色太多 她自己是太長的 還有她需要進入溝女的時候 不是 我覺得她是沒有了一些 她本身第一話 第一第二話的時候 一些角色設定 第一第二話的時候 她會有競爭心態 她會很囂張 她會說我已經做好準備 這次一定是我第一 誰知道原來不是她 有鬥心 對 有這些性格的位置 後來完全沒有了 後來就變成像阿信 只是幫忙付出 對 她變成超級聖人 而且故事要介紹 這個後來不是說她追求女的故事 是說她怎樣給女人追求的故事 她其實沒有主動追求女 從來都沒有 她不停給女人追求 那些女人追求 是不是有 但是她沒有心去追求 我覺得不可以說她沒有追求女 她有 那些女人各自各被她攻略了 中央空調都是追求女 中央空調只是平均投資 她有時會說一些蠻蠻蠻蠻的對白 但你看到畫面的表現 她不是很有心地說 她瘋狂地強調她遲動 不斷強調她遲動 其實都是後宮曼很老緊的事情 主角其實不是真的很色情 所以她很多時候的對話 是沒有 那些說話是沒有心的 但是女生聽起來就有意 所以這樣被她追求我回來 那又不是追求女 如果我說一句說話是沒有心的 但是女生聽起來有意 那就是我說的那句說話 是你對我有意 但是她逐個逐個 又去開解她 又去跟別人解決別人的交團矛盾 這些事情 就逐個逐個攻陷了女生 那就是只不過是好人 她的目的或者動機 不是為了去追求她 而去做這件事 她沒有任何 但是主動是她主動 但是你做這件事的目的 不是為了追求女生 所以她的行為不是為了追求女生 而做她不是追求女生 總之有拉近關係 就是她的意思 你說的是主動還是被動 她很明顯是做主動那個 但是她做主動不是為了追求女生 主動和被動身是專家 算了選這個 不是我都是定義的問題 對 總之這個角色變得很無聊 但是我自己覺得她 其實第一話你所說的那種鬥心 其實是一個get 她第二話已經沒有了 我也是覺得她自己拋棄了 她拋棄了 我也是覺得 我看第一話 我以為她是 我遇到那些天才 然後我怎樣 中間有一些跟她的對抗之類的東西 就是 已經消失了 完全突然消失 而且你說派系設定 其實她一開波那個什麼 例如文奈 她是文學森林的睡美人 但是之後沒有什麼看到她睡覺 她一開波就經常說她常在睡覺 後來劇情你不覺得她怎麼睡覺 她沒有了睡美人這個設定 她不就是讀書就已經睡了 是啊 因為其實你們說她那個 為什麼我覺得她的鬥心 只是一個gap 其實第一話已經沒有了 第一話當她和文奈回家 發覺為什麼你要考天文學 是因為你要在天上找你媽媽回來 然後在公園發覺 睡方自己和自己玩Ulo 她發覺很噁心 之後其實她已經回家 幫她射陸屎 已經沒有了 第一話已經沒有了 我不能說她回家 她本身還有 譬如關誠不出來的時候 然後說什麼鬥不贏 鬥不贏 李珠 然後她都說我明白 一些可惡的天才 她一開波的時候 還會有一點點 不是說有種競爭生 但她還會有一點點的想法 後來他完全沒有 測試也沒有得靜 不是我都很明白的 以前第一天上學我都想考第一 當我對著第一天 我就算了 都是放棄 但問題就是 她後來完全沒有個性 她完全拋棄了她 因為本身你的角色 你一開波的時候 你是有這些個性的東西 但後面完全沒有 那她就變成 測爛好人 老好人 其實老好人 這又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是喜歡SUNNY 因為我覺得她那些全部都是 我看的時候 我不覺得她有刻意形作阿慧 我其實是想和別人鬥 你想想第一話就已經沒有了的東西 她不是一個被拋棄的設定 你看漫畫第一話 她出場的時候 她的眼睛是有精神一點的 後來眼睛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燈越大 然後變成水汪汪 然後她後來眼睛越來越大 後來畫得已經是浪水了 她的樣子是越來越幼稚化了 我覺得她的畫風是變了 她一開始的樣子是沒有那麼中直 而且我也覺得若干的設定是不同的 因為古橋除了睡覺之外 本來有設定是毒蝕 後來已經幾乎沒有這件事了 我覺得她是可能連載得久 這套又不是一套很嚴謹認真的劇情漫畫 它有若干的變化我覺得還可以的 而且我自己看回她整個設定 古橋要被設定為睡美人 是單純作者要放五套童話故事 所以她是硬撿出來的 她有湊齊童話故事嗎 當然你不確定會找到一個童話故事 譬如她是母子姑娘 她有睡美人 她有美人魚 小曉貞和女王 小曉貞關什麼童話故事 小飛俠 小飛俠 她有這樣的角色放下來 我覺得作者是為了要做這個 而開頭做一些設定 但其實她沒有心發覺 她裡面的故事跟同學故事都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她開頭的一些小小的設定位 後面沒有用到 你睡美人都不會獨視我 其實本身的設計有點奇怪 好 其實想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漫畫的整體觀感是怎樣 因為其實她初初 《校園祭》之前 她主要集中在五個女角和男主角的日常 而經過《校園祭》 即是她其中一個比較重點的劇情 然後之後的部分就開始補完 五個女主角的一些背景 思路 大家是覺得是哪一部分是好看的 我覺得其實日常部分 是真的很悶 我覺得 我覺得從頭到尾都沒有一部分好齊 其實因為很早 其實我已經找到了這個題目 但是她前段 一些很多日常的劇情 令我其實看得很慢 因為我看完 那個觀感是 我覺得挺有趣 但是我不會記得那個內容是什麼 我連有趣的地方都找不到 然後我看完一畫之後 我要隔一會再看 因為她日常之間 其實完全沒有一個連貫性 看不到一個方向去哪 她太一對一了 即是今集是文奶 然後下集是李珠 然後就沒有完 然後可能有學老師 然後就有文奶 是一集一個這樣來打的 還有她有一些日常的模式 她通常有一個錯摸 然後三個小時前 她的機器都會重複用得多多 所以我覺得日常拍是挺悶的 還有我覺得如果以後工慢來說 特別是前期 她買福利是買得很少的 我覺得她買得很少是一件好事 因為她的福利不好看 她畫的鋁不夠吸引 所以她買的福利 對我來說就是純情房東潮房的福利 你看多久都不可能會扯期 是一個福利 那她的感情位是特別是初頭 是沒什麼的 都是以搞笑做推進 看多是會麻木了 但我覺得阿樂你的切入點 有一點點怪的地方 是你覺得她日常沒有什麼方向 但日常就是沒有方向 I mean 即是我啟英的故事 你覺得不太知道她想做什麼 她不是跟五條女的日常 教她的功課 或是相處 增加感情 但你說沒有 雖然她每一畫真的沒有什麼連貫性 但其實你一直看的時候 你會見到她每一 一邊推一邊推的時候 她們的日常 其實在時間線上是在推緊的 她們的關係 那些人跟男主角的關係 是一步一步的有少許改變 或是在提升的 雖然不是每一畫都是連著 但好像我先說 她每一畫都是講不同的人 但是你看看後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她們是一直在走 向前走 她們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唯獨是沒有緣 我不認同 其他女生都是 其他女生可能還是日常的故事 慢慢跟男主角推進的關係 但沒有緣的劇情 是真的瘋狂地鬼打牆 因為她的設定是一開始就喜歡男主角 她不停瘋狂地 很想進攻 然後又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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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關鍵位就停在 是啊 總是去到關鍵位 又要適有一下 然後又要進攻一下 然後男主角面紅 然後又要縮 但縮的理由是自己給自己的原因 不是別人搞和了她 對 她的劇情就瘋狂地鬼打出來 因為她的好感度一開始已經滿了 男主角不需要攻略她 她的劇情就瘋狂地循覆這個輪迴 所以見到沒有緣的劇情 我就很想去掉 但如果去到後面來說 我覺得沒有緣的安排是做得不錯 因為她 你繼續 補回過去的心路歷程的時候 我覺得她也說服得到我 你過去的心路歷程是指為我對她的心路歷程 對 他們兩個以往的經歷 他們怎樣無意間鼓勵到大家去游泳 一個是剛剛爸爸走了 怎樣去招呼自己 我覺得是 我覺得OK 但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當初被人嚴想得那麼厲害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讀者不去的地方 我看一套後宮戀愛漫 但跟我說他們兩個的感情 可能是故事開頭之前已經是 那我看這麼大段時間做什麼 就是人家 那些讀者不去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這件事 就是他不去 你不是在漫畫的過程中 慢慢演給我看 你們兩個怎樣喜歡對方 你們跟我說 在我看不到的過去 你已經是喜歡對方 但這件事是你結局 最後才跟我說這件事 我自己其實覺得 他們的這個挑戰 是不成立的 因為其實他們那時候 是發覺原來 對方在我心目中已經有地位 但是他們發覺我喜歡他們 是因為我們的故事 看了那150畫 中間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們才去到這個位 我覺得他是這樣 是不聰明 是蠢的做法 我覺得你 就算當你是初中的時候 已經有感情 你是應該在故事中間 那裡慢慢擺出來 而不是你突然之間 臨到結果 還要當時 武員已經告一百 已經擺明是行 武員線的情況下 扔個這樣的故事 跟我說 其實他們是有感情基礎的 所以是武員線贏的 這樣 那些獨者問卿 所以我同意你所說 他不聰明 我自己是為何我看到 為何我剛才說的時候 我的反應這麼大 是我看著武員算 其實他正轉最後那十回的時候 我是飛得很煩慢 很煩慢 不要再說再說 你媽媽 幹什麼 那一段 我是覺得很煩慢的 那如果你把這些 這些小時候的約定 就像純庭蓬東 他都是一開始 第一 一開始就告訴你 他小時候已經說了 東大之約 又或者是偽戀的時候 金法 不過金法也輸了 金法很少是青梅竹馬 童年有約定 金法還要輸了 金法贏了 金法是偽戀的 小野獎 小野獎輸了 要被人嚴上 青梅竹馬 金法是偽戀的 很少有約定會輸 很少有約定會輸 不是幾個都有約定嗎 很多都約定了會輸 他幾個都有約定 很多都約定了會輸 他是 偽戀是個個都有鎖匙 沒有鎖匙 不用加入戰局 你就可以了 做Game Over 你進去打仗 就有鎖匙 我記得偽戀的約定是有不同的 他最後的約定是小野自己 即是黑法那個 但是主角最後就說 我有個新的想法 然後就選了黃金法 所以這個約定是廢的 約定是誰都無所謂的 所以就是說有約定 但是要輸的人 是相對 藝戀就是輸了 所以就說相對少 不要爭 輸了 我就是說有約定要輸的人 是相對少 所以那件事是 我看武員線的時候 就是看著 你早點放一個約定出來 或者你早點放他那件往事出來 我去條方便去得好些 這個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 他這個約定的劇情 我覺得OK 但其實他放得很厚 即是林傑局十多話 才強硬 硬硬塞出來 那個處理方法沒有 但我覺得劇情OK 但如果你把約定很早放出來 那這個就不是一套後功慢 那你就會破壞了 一早放了約定出來 你告訴全世界 最後他一定是和暗武員 其他人不就是輸了 其他人不就是輸了 而且他們沒有約定 他們只是說 他最後純粹說 原來當初 是武員鼓勵他 走出這個死了老爸的陰影 所以他跟他的感情 在那時候開始 沒問題的 但你不是在那個位置放出來 他太闖絕了 你是應該早點跟我說 因為他現在做到太陽 他沒有完線 做到太陽 所以他最後 沒有完補白 表白 然後擺明是走沒有完線 然後你才突然跟我 擺這些東西出來 好像握握我 對呀 他們是這樣的 那你就吃 那是什麼意思 我幫他鬥一鬥 純粹幫他鬥一鬥 我覺得他是 因為為我 他一直覺得自己 沒有資格喜歡武員 劇情上可能鋪得不好 他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人 那後來武員 向他表白 然後才回憶 武員幫過他 原來他都喜歡我 我有件什麼事 因為我一直都喜歡他 所以他才選擇跟武員一起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這樣不合 如果用你這個解釋 就不合理 沒有理由 你突然的性氣 對呀 那時候他幫我 原來我喜歡他 你會覺得這件事很搞笑 當然他鋪得不漂亮 你想想一下現實 有女兒跟你表白 原本你不喜歡他 突然說 對呀 他原來 之前借過20元 我買檸檬茶 那我已經喜歡他了 那你又覺得 什麼事 那你就是渣男 就不是現在主角的好人 一個設定 如果用你這個解釋 雖然我覺得他放在後面 我不覺得很大問題 如果純粹你這個解釋 我覺得這件事 完全是兩件事 但沒有完線的鋪排就是這樣 不是啦 所以就是 我純粹以為 我純粹以為 那件事純粹來解釋 為何男主角會接受武員 我沒有想到 你說擺錢 因為武員喜歡 男主角其實是 第一次大家看著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他什麼原因是不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都起水了 但是男主角一直都好像覺得 惡神 當他的兄弟 當他青梅中馬 當他好朋友 這樣一個態度 去完成那一百幾話 去到他接受他的時候 接著 作者要解釋 為何無端端有一個兄弟的感覺 或者一個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或者他處於一個 不知道自己原來喜歡他的狀態 去整覺原來我喜歡他 他就是用那段往事來做一個解釋 反而我自己就會這樣看 所以我說 如果你放早了 我就覺得奇怪了 反而我放在那個位置 其實純粹來解釋 男主角為何接受 因為他相比起 當然他在其他線之後再補 但是相比其他線 他沒有完線 是寫得 怎麼說 最不 最打壓的 最單向的 最突然之間就是 突然之間就是 好像一條線就是直線 無線 其實預定你跟這個人 就會走到尾 就會去到結局 就是你沒有什麼起伏 沒有什麼驚喜的事情 就是很普通的一條線 雖然我不是喜歡武員 不過武員先平反一下 他人氣不是最低的 根據人氣調查 其實他都排下三 最低又不是輪到他 最低好像是 最低好像是阿妹 第一是老師 第二是文賴 第三是舞員 第四是李珠 第五是學者 第六是阿妹 所以阿妹才是最低的 阿妹是最低什麼 阿妹是排第六的 阿妹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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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這樣說是角色人的頭髮 阿妹也算 阿妹也算 他經常想嫁給自己的哥哥 他經常在妒忌的女 他不冷靜在線亂針上 他會走向阿妹的線 你試試看他是青年子 咦 但其實我覺得 感情線寫得好是阿瑞芳 蛤 因為我覺得他 因為瑞芳為何會想讀心理學 就是因為他很酷 自己不太理解別人的情緒 而透過和維奧的相處 他人的慢慢改變 你們看得到 這百幾畫面 改變我承認是 但你說他寫得最好 就 個人觀感而已 對 因為我看到他 他人是有成長 慢慢走出一個框框 他多一點去 因為他 去 面對自己的情緒 以及表現自己的情緒 給維奧看 我是覺得 這條線是寫得最好的 最立體的 我只要認同他寫成長 他這條線是相對寫得好的 但你說感情線寫得好 我就不認同他和維奧的感情 其實沒有怎麼動 他很單向 是啊 他突然間發覺自己 好像對這個人有些特別的感覺 以往我對所有人都無動於衷 開始這樣離開 然後慢慢有些行為 然後 當他看到其他女孩 去接觸男主角 他好像不太大反應 有時候 你不太看到他 其實有多想投入感情 其實他都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 因為如果港南這麼多段感情線 我覺得母源和李珠是最無聊的 因為他們太單向了 你為我和學者 學者是會不停的聊他 然後挑逗他 然後你和文賴 文賴是 他另一方面 文賴也是他師父 即是教他 教他學少女心的師父 然後文賴又會說他是他姐姐 文賴相對於其他女兒 她是反過來不太需要男主角 她會照顧男主角 她是養過小熊女 是啊 即是 李珠是完全是 他和男主角一起 好像完全是靠他 男主角跟他一起的時候 感覺就是要照顧他 然後被他的大波一摘 然後他最多就是覺得李珠很可愛 但這個 他和男主角的互動 我覺得沒有什麼火花 太李珠單向地喜歡男主角 我覺得他最吃虧的就是 後期的李珠 林杰國說的時候 他變得很坦率 我覺得這件事是蠻好的 但問題是太後期了 但他的坦率 如果一開始做他就會和母元重疊 母元不坦率 如果你說母元坦率 母元不坦率 母元坦率的話就說完了 感情上不坦率 他不是最坦率 後期的李珠反而是感情上最坦率 最主動 他們做母元也是主動的 只不過經常臨到最後關頭去搖底 他真的想進攻 他是最積極主動地進攻 但是他最後關頭硬是搖底 但是後期的李珠 我會很欣賞 又不是喜歡 欣賞 例如他們做情人士蛋糕 情人士朱古力 母元那些都會啪啪走走 不想說 我的朋友 只有李珠一個很坦率地說 對 我就被為了 然後 那一刻的李珠 我覺得他是有吸引力的問題 已經太後 去到 故事太後期了 但是我覺得李珠 他的不好看 不在於他沒有成長 李珠是一個有成長的角色 他由不懂得看人心 到懂得看人心 到不懂得表達自己 到懂得表達自己 我覺得是OK 但是比例如文賴 他那個死老母之後 要在天上找回老母粒星的背景 他只是想玩Bot Game這件事 是有些 我會冒著 這個角色的背景是沒有東西寫的 然後他就要 他寫的就是 他媽媽自己弄一副Bot Game給他 所以他想玩他媽媽的Bot Game 但是 其實你是想贏這Bot Game 你玩你媽媽的Bot Game 輸你也是玩的 所以我看著 你的角色的背景是建立不到的 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其實李珠這個角色 你作者是沒有想過他的背景 其實他沒有東西放在他那裡 除了大波之外 沒有東西放在他那裡 但是他沒有放背景給他 我經常覺得 相比起其他女角 李珠因為想了解人心 而去讀心理學的必要性 是相對沒有那麼大 譬如文賴他喜歡星星 他一定是要讀天文學的 要找媽媽 他喜歡星星 他想要研究這些 他一定是讀天文學的 那學者 他想要接手間診所 他一定是讀醫學的 我真的想要低人心 不如我去做出組女友 去旁邊那套作品 接觸多些男人 你就知道男人在想什麼 但是 你相比之下 李珠是想讀心理學的 那個必要性 真的沒有那麼大 你其實 是不是真的要心理學才理解人心呢 其實你有很多方法都做到 不一定要讀心理學 你其實可以做演員 演員要揣摩角色 其實你做義工更容易 你不應該讀心理學 你應該做義工 去接觸多些人 還有他的目標是沒有重量的 因為學者是要背負住家裡的家業 雖然他爸爸不想去承繼 文賴是有他爸爸的阻力 然後是有他家裡 他對自己媽媽的思念 老師是另一件事 因為老師跟他們的階段不同 但是 武員要承繼他 不是承繼他 他要承接著他游泳 他要出國 他就一定要有英文 你要玩波及是沒有重量的 所以我不是說 加在他身上的設定 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為了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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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我們不如先休息一下 回來還可以再講幾個女兒的故事 還沒講老師 最重要的那些還沒講 好 等下見 其實你喜歡一個問題 我覺得他的樣子太像男主角 又短頭髮又戴眼鏡 有時擺紋